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越来越产生质疑 渐渐失去做事的热情 过着看不到未来的闲鱼生活 有些人会很困惑 明明我有目标 我也想朝着我的目标方向去努力 但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累 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了 这就是因为你有目标 但对你而言是不合理的 在你前进的过程中 你会因为看不到进展 或者进展很慢 而失去继续努力的动机 失去动机 自然也就没有做事的欲望了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小而合适的目标 能更容易让你达成 就比如现在我问你 如果给你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让你每天写200字的工作小节 第二个任务是出一个项目的策划方案 你会更愿意做哪个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个任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虽然两个任务你可能都不喜欢做 但第一个任务是具体的 并且可实行的 哪怕你再不会写 拼拼凑凑也是能完成200字的任务的 当你坚持写了几天 你会发现你写总结的速度越来越快 一开始的抗拒心理也会慢慢消失 而面对第二个任务 你可能会很茫然 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个策划针对什么人群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人员资源如何分配 时间节点如何安排 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你花时间一个个的去理清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烦躁 也就更不详细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可以用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来解释 这个定律是说 我们做事的动机的最佳水平 会随着任务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也就是每个任务都有一个最佳动机水平 在比较简单的任务中 你的动机越强 工作效率也会随着而上升 而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 动机的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这时候如果你的动机很强 反而效率会降低 这就像你要面试 当你越重视越想获得这个工作 你就会越紧张焦虑 最后可能就会错过这个机会 反而你对这个面试抱着平常心时 容易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在任务开始前 你不需要给自己支点一个多大的目标 应该从小目标开始 比如原来是想让自己几天能看完一本书 现在不如试着改成每天看几页 当你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 你很快就能主动看完 遇到复杂的任务时 你也可以先拆解成一个个更加具体的小任务 把你的目光着眼于它们 然后完成即可 总而言之 当你觉得自己的做事的状态不稳定时 应该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 调整自己的动机强度 保持一个稳定平和的状态最好 而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父母最烦恼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动机 让孩子能够主动去学习 制定一些奖励惩罚 虽说一时有用 但如果想让孩子长久地坚持下去 那必然要激发孩子的内在动机